今儿无缺纪念台湾光复75周年主题展 从去年10月25日开幕以来 是受到了广泛的关注 观众观展是非常踊跃 很多观众观展之后 是在展览的留言簿和网上留言 那我特意跟广方借了一本 想在这里跟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这个留言簿 分享几则留言 有一位署名三年级小学生的观众 他画了三颗小爱心 然后写了一句话 希望台湾早日回家 然后有一名观众 他是写了一首诗 他说 曾经咫尺之隔 进城海天之遥 如今只争朝夕 两岸早日圆梦 光复七时又五 共襄千秋伟叶 恋恋山河无恙 绵绵骨肉勤肠 这是一则 还有一则想跟大家分享 就是有一位观众写 祖国统一不能一直等下去 我们这一代人要看到统一的那一天 不能把问题留给下一代 那留言还有很多 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 我们会后可以再看一看 那大家呢可以感受到所有的留言都强烈的表达了一种希望祖国能够早日统一的迫切的心情 那应广大观众的要求呢 国家博物馆决定了把这个展览延长展出到今年的三月底 同时呢为了方便更多的两岸的民众 尤其是台湾同胞来去看这个展览 该展呢将推出网上的展馆 目前各项准备工作是进展顺利 预计呢会在本月内上限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